今天的影片呢要來分享的是三種基本的底妝教學 那今天分享的這三種底妝教學呢 基本上是簡單的分成就是最自然的基本的一些妝 然後跟中等的跟遮瑕度好的 就是基本上簡單分成三種 那我先說明一下就是其實底妝類的產品有非常非常的多 從使用工具到primer就是妝前的一些東西 到粉底到粉餅到蜜粉就是有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畫底妝也有非常多的方法 就是你要針對那些產品然後去做個人的一些膚況的調整 那首先呢第一個呢我們就先從工具開始 那上底妝的工具呢有很多從海綿到刷具 海綿比較特別是這個 這個是簡稱RT就是Real Technique他們家出的海綿 Real Technique就是跟我的刷具是同一個牌子的那個 Real Technique它還有它在美國蠻紅的 然後它很很常被拿來跟那個Beauty Blender就是做比較 海綿呢因為其實我之前有買過很類似就是形狀也是長這樣 但是它的質感就是稍微比較硬一點 就是像一般的海綿然後只是做這麼大顆而已 那這個呢它真的不太一樣 它你拿到的時候它其實會比這個再小一點點 然後你要整顆泡到水裡面去把它弄濕 弄濕之後呢它會長大就是看起來會比原本的還要大顆 然後它其實可以濕用也可以乾用 但是我個人比較推薦濕用 那濕用怎麼用呢 其實我平常呢就是拿我的這個就是E.L.F他們家的那種定妝噴霧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裝一瓶就是水然後噴霧 就是乾淨的水 或者是你想用蒸餾水什麼都可以 就是裝一瓶水然後使用之前把它噴濕壓一壓 就是它不要水多到你可以擠出水滴來這樣就好了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讓它整個是濕的就可以了 那濕跟乾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濕用的話我個人覺得因為它的海綿裡面已經有水分了 所以呢你如果在上粉底液的時候你的粉底液不容易被吃進去 它就不會一直粉底液一直被海綿吸走的感覺 那我覺得你在用一般的這種就是一般的其他的那種海綿 一樣應該也可以用這種做法 就是你使用之前把它噴濕壓一壓 裡面不要擠出水來就可以了 一方面呢它可能就是增加一點點水分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盡量避免你的海綿會一直吸取過多的粉底液 這樣浪費你的粉底液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覺得因為這樣子上的時候你的粉感會比較薄透 我跟乾用比起來 乾用的話其實一個是你海綿會一直吸粉底液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乾用很容易厚粉 我自己的感覺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我自己覺得用海綿用很容易厚粉 所以後來呢我就開始使用刷具了 那刷具在我影片裡面最常出現的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其實在國外非常非常的紅 它在台灣的很多網站上面你只要搜尋應該都找得到 它在台灣其實不難買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大家大概台幣可能是400塊上下就是不貴的一支刷具 那它設計蠻特別就是下面這個底座比較大 它是可以直接立放在桌上的 這一個它其實是算是多功能的刷子 因為它不是很大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來就是遮瑕膏想要暈開的時候用 或是直接拿來上粉底液 我剛開始用它的時候是把它當粉底刷 然後我發現它刷起來完全不會有粉痕 是完全 相信我用過超多刷子 它真的完全沒有粉痕 所以是一支CP值很高的刷具 所以還沒有試用過Rotiny的刷具 可以先從這一支入手 我覺得像這種刷具就是你用打圓的方式把它推開 它就會比較薄透 然後當你例如說有地方需要遮瑕的時候 你只要用這樣子點的方式 它就會比較厚的就是把那個地方遮瑕 這一支也很有名 它是瓶口的 可是它是我自己唯一一支 就是用瓶口的刷具不會有粉痕的 這一支是SIGMA的F80 就是F80 這一支呢 一樣在網站上面很好找到 你在台灣的網站上也很好找到 應該有蠻多人就是在賣這支刷具 但是這一個牌子的 就是SIGMA這個牌子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有聽說過 就是他們家已經有仿冒品出現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這一支刷具呢 單價大概就是介於開架跟專櫃之間 大概700塊上下吧 就是單支刷具 所以如果你預算高一點點 或是想要嘗試SIGMA他們家的刷具的話 可以嘗試這支F80 它剛出來的時候也非常的紅 它是瓶口的 可是它這樣壓下去之後 它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呢我覺得它 它比較不適合就是拿來這樣子點吧 就是它的面積太大了 所以你這樣子遮可能會覺得它太大隻了 但是因為它這樣子也是打圓的方式上 所以上起來也是薄透的 最後一支呢這個是最普一般的那個粉底刷 標準的粉底刷 這支是MAC MAC他們家的粉底刷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很乾淨嗎 因為我已經很 有一陣子沒有用這種粉底刷了 這種粉底刷我剛開始用的時候 都不知道它到底怎麼用 因為我覺得我怎麼刷都會有粉痕 後來我發現它其實是 你要常清洗 你只要一不清洗 它就很容易刷出粉痕 所以它只要是乾淨的狀態下你刷 其實不太容易有粉痕 那用這種扁平的刷跟剛剛那種打圓的刷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種扁平的刷呢 刷起來會更薄一點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 然後看大家習慣 我個人是覺得那種大隻的打圓的方式 會比較適合新手 比較容易上手 好介紹完工具了 剛剛工具又介紹了這麼久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得覺得有點長 但是我們的影片還很長 大家請耐心的看下去 我已經盡量講話講很快一點 好 其實呢我覺得妝前產品比粉底液還要多種 就是看你的 你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第一個呢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這個是Maybelline的Baby Skin 這個台灣沒有進 但是我知道香港好像有 這個其實大家 我只是稍微介紹一下 它其實是透明沒有顏色 然後它的功能就是填補毛孔的 所以它的這個妝前產品就是填補毛孔的功效 所以如果你先用這個再上粉底的話 你的毛孔看起來就會比較不明顯 再來的話呢這個是Becca的 這個我不確定台灣有沒有 但是我簡單的說它也是沒有顏色的 然後它主要的功能是 控油跟保持你的底妝就是是霧面的 再來呢這個是Paul and Jo的 這個我快要用完了 剩這樣子一咪咪 好 這個呢它算是有潤色效果 然後我忘記它有沒有SPF的 就是如果有些人會介意 就是它的隔離需要防曬的話 基礎防曬的話 我覺得就是你要找一個基礎防曬的妝前乳 然後跟它可能有一點點潤色效果 那其實我剛開始學化妝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跟我一樣的疑問 就是它有潤色效果有差嗎 反正上粉底液上去之後都看不到啦 我覺得應該有蠻多人有這個疑問的 所以等一下化妝的時候呢 就是試妝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大家 就是潤色到底有多重要 再來呢這個是Mega Forever的妝前乳 我統一都稱它叫妝前乳啦 但是很多人叫它隔離霜 但是我覺得應該大家都知道隔離霜 其實沒有隔離的效果 但是所以我比較習慣統稱它叫做妝前乳 這一瓶妝前乳呢 它是紫色的 紫色適合修飾蠟黃肌 這個其實我從買之後就天天用 妝前乳介紹完之後呢 再來介紹粉底液 粉底液呢 我就稍微簡單的分成兩種 第一種呢 就是薄透型的粉底液 這一瓶是萊雅的粉底液 就是一般的開架粉底液 這瓶粉底液呢 它的妝效是比較薄透感的那種 另外一種呢 這個是ELF的粉底液 這粉底液呢 它就是屬於高遮瑕度的粉底液 然後控油度也稍微好一點 就是另外一種是薄透型 這個是遮瑕度好的遮瑕膏 那我通常會選擇一個深色的 就是接近自己膚色的遮瑕膏 跟一個淺色的遮瑕膏 那你自己習慣用什麼遮瑕膏都可以 那我自己用的這一個是 RAVLON 露華濃的 跟這個是CAMEC他們家的遮瑕膏 講完粉底液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講粉餅 這也是一般開架的粉餅 那我想要大概講一下 就是其實粉餅的英文叫powder foundation foundation是粉底液的意思 powder就是粉的意思 那所以我個人的解讀是 如果你上完了foundation 就是你上完了粉底液之後 其實我個人覺得應該不需要再上粉餅 但是我知道像我自己剛開始學化妝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好像每一個步驟都不能缺 就是一定要妝前乳粉底液粉餅再蜜粉 這樣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感覺 妝其實蠻厚的 然後其實你剛化好妝的時候 你這樣自己稍微推一下 就會看到這邊好像破一個洞的感覺 就是那個妝就會被你推開 因為它太厚了 所以呢我的建議是呢 你不管喜歡高遮瑕度還是喜歡自然妝感 我個人都建議你剛化妝的時候 就是上蜜粉定妝就好了 那粉餅什麼時候用呢 就是放在包包裡面補妝的時候用 因為它是powder foundation 就是它的遮瑕度比較好眼 最後一道呢就是蜜粉了 這個是蜜粉餅 這個是Stay Matte 這個是我在drugstore買的 這個台灣應該買不到 但是它非常的便宜 兩塊還三塊錢美金而已 然後大家用任何的蜜粉 不管是鬆粉還是蜜粉餅都可以 就是蜜粉基本上它就是沒有什麼顏色 然後只是一個稍微定妝的一個效果 當然很多人說就是蜜粉有控油的效果 但我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感覺它有控油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了 首先呢第一種妝容呢是最薄透的妝容 那我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就是只有保留眼妝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我有一些就是痘疤 然後還有黑眼圈的部分 就是在畫底妝的時候呢 你要把不必要擦上去的產品都拿掉 底妝越簡單越好 看起來才會薄透 就是你上的東西越少越好 像我現在這樣子是有痘疤的狀態 但是我要示範一個非常薄透的妝給大家看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會覺得效果不好 但是就稍微示範一下 因為那天剛好有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沒有化過妝 然後他在問我說 因為他不喜歡臉上粉很厚的感覺 所以他問我他有需要買粉底液嗎 那我很認真的想了一下我回答他說 我覺得他可以不需要買粉底液 因為他其實已經有那個powder 就是他已經有那種蜜粉餅類 或是粉餅類的東西了 但是因為他不會用他也不常用 然後我是跟他講說 因為他並沒有什麼 臉上並沒有什麼瑕疵需要遮 所以呢他基本上的問題就是 臉可能跟我一樣稍微蠟黃一點 所以呢你臉如果蠟黃的話呢 你需要去找紫色的primer 就是紫色的妝填乳 如果你臉會泛紅的話 你需要去找就是偏綠色的primer 就是綠色的妝填乳 那我今天就示範就是 你如果臉只是蠟黃 只是想要氣色好一點 你並沒有什麼需要遮瑕的地方呢 你就先用這個 就是有修飾顏色效果的妝填乳 上好紫色的那個primer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蠻明顯的感覺出來 他比較沒有那麼蠟黃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 像我以前剛一直化妝的時候呢 我房間的燈光其實是偏黃的 但是就是我化妝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房間的光 或是你化妝地方的光呢 一定要是白光 像有一些光看起來並沒有特別黃 其實你拿照相機照相最明顯 就是如果你拿手機拍照的時候 他會黃黃的 就代表那個燈其實有偏黃 只是你自己看不太出來 所以你化妝只要燈光偏黃 你什麼顏色其實對你來說 你都看不出來 真的會有色差 然後等你可能走到某一間公共廁所 或是一些公共場合是白光 日光燈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看天啊 我的妝怎麼會變這樣子 我常常有這種經驗 就是以前啦 現在有的時候也還是會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會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你化妝的地方 真的燈光一定要白 那真的沒有白光 就是你可能要面向窗戶或什麼的 不要用黃光照 不然像現在這樣子我有就是 上primer之後 他其實有一點點校正膚色 但是如果你光線不對 其實你看不出來 好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瑕疵 你可以直接上蜜粉 就直接這樣上去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你需要一點點遮瑕度 比較有安全感的話 你可以上粉餅 那粉餅的話呢 我建議就是你可以使用刷具上 會比較薄一點點 像這樣 這樣就上完了 然後其實 因為我是想要示範一個非常薄透的妝 所以你其實還是看得到我的黑眼圈 還是看得到一些痘疤 但是基本上 因為你有用粉餅的關係 已經看不太出來 就是沒有剛剛這麼明顯 然後你剛剛已經上妝前乳了 所以看起來也不會這麼蠟黃 如果你單上粉餅的話 其實還是會看得到那種 底色透出來 看起來 不知道 顏色會有點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有非常地 將仔細到 就是你想要去調整你的膚色的話 其實選擇primer是很重要的 之前有人問我說 就是我妝前的保養可不可以分享 可是其實我妝前保養非常簡單 嗯 我剛開始學化妝的時候 妝前保養做非常的多 然後才開始化妝 但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妝前保養如果太複雜的話 你會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產品 影響到你的底妝 就是你的底妝可能會起屑啊 或什麼的 所以 後來我的妝前保養就非常簡單 我是用那個 極潤的這個乳液 然後直接沾化妝棉 然後直接就是 乳液化妝棉 然後就是用化妝棉這樣推 然後推完之後就開始上妝了 所以非常的簡單 然後我確定它不會起屑 試完就是非常輕度的底妝的教學了 嗯 重點就是先潤色之後再定妝 這樣就可以了 不一定需要粉底液 因為有一些人的皮膚其實 它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遮 所以你用粉底液我覺得 其實有一點浪費啦 好 然後而且那麼好的皮膚一定要讓人家看得出來 你上那麼厚的粉 誰看得出來你的皮膚很好呢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再來呢我們就上一個普通中度遮瑕的一個粉底妝 嗯 我剛開始也會就是先用就是有潤色效果的格力霜 或是primer或是妝前乳 隨便你要怎麼稱呼它 好 嗯 因為我個人皮膚真的 我自己覺得蠻蠟黃的啦 所以 我會習慣要上一些就是有潤色效果的東西 上完潤色之後呢就來上粉底液 那今天使用的是薄透型的粉底液 那粉底液的話呢 其實我個人都是用半下或以下 非常的少量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使用海綿 就是海綿的妝效比較薄一點 那使用海綿前呢 要先噴濕 然後呢就直接這樣子沾 那還有一個上底妝的小tips 就是 嗯 我自己覺得呢 你有遮瑕的地方 需要遮瑕的地方呢 就交給遮瑕膏就好了 不要用太多的粉底液去重覆蓋一個地方 不然那個地方會很容易吐石流 或者是很容易看得出來它結塊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 我們再來就要遮瑕 那今天使用的遮瑕 這個是棒狀遮瑕膏 這是Ravlon露華濃他們家遮瑕膏 然後我的色號是004 就是自然的顏色 那我會先用自然的顏色遮這個淚溝 黑眼圈的地方 那我其實呢 大部分的就是 黑眼圈我只會遮這個淚溝的地方 就是太靠近眼鏡的地方 其實不太需要遮 因為如果像我有畫眼妝的時候 那看起來其實會有一點點像 自然的就是 像有點像眼影的效果啦 所以如果你整個遮掉 其實有時候看起來反而會覺得眼睛比較小 大家可以試試看 上完遮瑕膏之後呢 拿出刷具 就是用點壓的方式 上完深色遮瑕之後呢 再來上淺色遮瑕 那淺色遮瑕的話 主要就是T字部位 還有眼下這一塊 還有下巴就是做一點點打亮 很多亞洲女生的一個化妝的習慣吧 就是會喜歡把粉底液 就是挑比自己膚色白一個色好的顏色 但是呢 這樣子容易跟脖子有色差 變成你脖子也要上粉 那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 所以如果你挑跟自己膚色非常接近的 粉底液的話呢 看起來會覺得你好像有化妝 又好像沒有化妝 然後為了讓你的底妝看起來更立體呢 我們就用這個當作打亮 其實就有一點點像畫畫的效果啦 就是如果有學過畫畫的人應該知道 就是 呃 你想要就是五官 你在畫畫的時候呢 就是 凸出來的地方越白 它看起來就會越凸 上完粉底液 上完遮瑕膏之後呢 就來定妝了 那就像我說的 呃 我會直接用蜜粉定妝 不會再上粉底了 不然你的妝看起來會很厚重 呃 定妝完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再上修容 或是像腮紅什麼的 就再陸續的把它上完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個妝 就是 呃 中間 中度遮瑕的一個妝 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已經看不太到我的一些瑕疵的地方了 所以 呃 大家真的不需要用太多量的粉底液 或是太多量的 呃 遮瑕膏 像我剛剛遮瑕膏都只上一層而已 因為 我會上一個深色的 再一個淺色的 所以基本上我深色的蓋過一層之後 淺色的這個也還是遮瑕膏 所以 因為我需要遮瑕的地方 剛剛好都是在我要打亮的地方啦 所以我 如果再上一層這個白的上去 其實 就已經幾乎看不到了 其實就是兩層遮瑕膏的意思 再來呢 最後一種呢 就是高遮瑕度的底妝了 那 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是 例如說 像我之前也有 就是臉頰上突然找很多 小痘痘啊 就是那種 大面積的 你沒有辦法像我剛剛那樣子 就是只有局部遮瑕而已 所以 你一定需要挑選一個 遮瑕度比較高的粉底液 來做 就是 全面性的一個遮瑕 那 其實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 你有沒有潤色 可能就沒有差別了 但是 你可以選擇一些 像是填補毛孔的產品 或者是一些 像是 控油的產品 就是 看你有沒有需要啦 當然你要直接上粉底液也是OK 好 那我今天就使用 就是 Maybelline的 baby skin的那個 妝前乳 它是沒有顏色的 然後 主要的效果就是 填補毛孔 好 我們上完妝前之後呢 就直接來上粉底 那粉底這個是遮瑕度比較高的 這個是ELF 那 上完粉底液呢 大概就是大概像這樣子 看起來就是肌膚已經都看不太到 然後 剩下一些比較明顯的痘疤的部分 那 我個人不太建議就是再重複的疊你的粉底液 要疊的話就要疊有用的東西就是遮瑕膏 所以呢 我們就一樣拿出遮瑕膏 就是你平常用的遮瑕膏就可以了 然後 疊深色喔 就是要跟你的膚色接近一點 然後 我現在要遮小範圍的部分 所以我就換了小隻的刷子 然後 一樣用輕點的方式 你如果用畫的話 就會把你剛剛上的底妝都畫開了 所以就是用輕點的方式 上完之後呢 一樣就是用打亮 好就是如果你上到這個步驟了 都還有痘疤的話 例如說 這邊好了 我覺得我還看得到它 那我可能就會拿粉餅 就是 用海綿沾 然後稍微壓一下 輕輕的就好了 那如果你的粉餅 遮過之後 還是看得到 其實我就不太建議再繼續遮了 因為其實你真的刻意遮會更明顯 反正那個地方會更明顯 其實這樣就已經夠了 就算它看得到又怎樣 就是 這樣子就夠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 真的非常非常記憶 他一定要遮到完全看不到的話呢 我建議你還是 就是先上蜜粉 先定妝 定妝之後再說 就是 等你的全部的底妝都上完之後 還是看得到的話 再去遮 不然其實有的時候 會真的重複上太多層 好 假設呢 我現在呢都已經上完妝 也訂完妝了 然後 我還是看得到它 然後我非常建議它 我一定要把它遮掉的話 就是 再拿出你的遮瑕膏 然後呢 用非常的 就是 嗯 就是 小區域的 非常針對那個地方呢 再去點它 那我幫大家 就是稍微 重點整理一下 就是呢 我覺得 新手很容易犯的錯誤 應該是 嗯 就是你選錯工具 或者是你使用工具的方式不對 就會容易造成你的粉很厚 那我覺得 我最不建議的一個工具 就是手 像我剛開始也是直接用手推 但是用手推 一個容易 厚粉 再來就是容易不均勻 那 其實這樣都會 非常容易造成你容易脫妝 所以 剛開始最入門的方式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海綿 然後 記得要 嗯 乾濕都可以啦 但是我個人真的比較推薦把它噴濕 我覺得 每個人的膚質其實都不一樣 但是呢 在你的皮膚狀況 不需要那個產品的情況下呢 就把那個產品拿掉 其實真的不需要上太多產品在你臉上 不然看起來就會覺得 妝很厚很濃 那像我 其實 真的還蠻常 就是不小心妝化太厚 所以我後來一直在想 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妝看起來是薄的 就是我覺得我每個步驟都有做到啊 為什麼 看起來就是不對呢 所以後來我發現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上太多產品 就是 嗯 越薄越好 然後 如果你有需要的產品再用 那還有一方面 就是選色方面 其實我覺得 選色方面呢 新手會有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 因為像我自己真的 剛開始化妝的時候 也會喜歡白一點 因為白一點 看起來才會覺得 就是 有那種 那叫什麼 白皙肌膚的感覺 然後看起來才有化妝的感覺 或者是 怎麼樣 就是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的感覺都不一樣 但是總之就是 大部分的亞洲女生都會覺得 白一點比較好看 然後 我後來發現 其實你這樣子 真的 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你的 顏色色差 會很明顯 你在室內光可能不明顯 但是你到外面就是 感覺是 像見光死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經驗 就是 真的你在外面的情況下呢 就會非常明顯 感覺你像戴著一個面具 不管你像再薄 看起來都會像一個面具 所以千萬不要選 不適合自己膚色的顏色 很黑又怎麼樣呢 很黑就很黑啊 所以 嗯 就是 選擇適合自己的膚色 那我希望 今天這個影片大家不會覺得太長 那我 當然最希望就是 這個影片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跟幫我按讚 然後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任何想要知道的資訊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那就這樣囉 下次再見 掰掰